我们知道历史上边界问题也是困扰着中俄两国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那么可以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那么原本的这样的一个条约 那么更多的是使双方在解决以往的一些分歧 包括一些现实中的问题中 那么找到一个参照的一个准则 而且随着条约的这种签署 中俄两国之间的一些问题逐渐得到解决 那么两国的关系也不断的走高走失 目前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那么着眼于现在可以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那么有着更强的一个现实意义 比如说那么西方个别的不还好意的这种国家 它会关注着中俄关系的发展 想方设法在中俄关系发展的过程中 那么打进钉子 那么似乎想离间中俄两国的关系 但是我们看到中国两国的关系 不仅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那么在当今世界很多重大的问题 包括一些地区冲突的解决的过程中 那么两个国家也是共同的发生 尤其是个别的国家 那么逆历史潮流而动 试图把这个冷战重新挑起来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中国两国的这种战略协作 就显得尤其具有这种现实的意义 可以说中国两国是把当今世界的这种潮流 不想让个别的国家把它带偏 想方设法拨乱反正 让世界继续能够朝着和平稳定的方向去发展 而不是说被个别的国家 奉行的这种国际霸凌的这种行径 成为主流 成为善风 因此中俄之间的关系 那么不仅对于双方别具意义 同时也是体现出当今世界 就是我们如何加强国际治理 如何加强公平公正 如何使和平和发展成为当今的主流 那么这也是中俄目立友好合作条约 它的一个国际性的意义